挑战不客经 200天打满星深渊 第14天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是来到了35级 每逢周一又是忙碌的一天 一定要把声望任务给做了 优先把礼乐的给做了 礼乐声望三级 就可以合成萌缩树枝了 还有就是周本Boss 前期咱们打不过周本Boss的话 可以点这个匹配挑战 新活动 B曼花双倍别忘了双哦 还有一个小游戏 史莱姆跳一跳的这个 一共也是有个百来原始 蚊子肉也是肉 每日记得坐一下 OK忙完这一切 就敢去直面雷霆的威光了 敢抢我托马兄的绳子一本 那得问过我 这段剧情还是非常难 为了兄弟差点命都搭进去 谁叫我的是主角呢 有一说一 雷电将军的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多快不能呼吸了 啊 是我喜欢的玉姐类型 再复刻画一定要抽爆 人手一直好把雷神YYDS 主角直接被雷神抓进另一个空间了 这里别慌 担定好吧 之后 可是要每周都打一次了 扯远了 先来面对这场必输的决斗吧 这里是剧情杀 我们这个练度是没办法对抗的 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慢慢刮沙磨血量 不要急就跟他周旋 不用慌夺好技能就行了 然后他会锁我们技能 没关系 我们主角是锁不住的 虽然我们打缩对吧 但嘲讽还是是要的 他急了他急了 要开大了要开大了 OK出来 雷电将军就要用刀砍了我 没关系 明场便来了 在这里很多人猜想 你不忧藏刀子 其实是派蒙挡下的这一刀 猜想派蒙实力 要在七神之上等等 反正这里 我们被托马拉走了 之后加入了反抗军 我代表反抗军 正式欢迎两位的加入 这个反抗军 就是专门对抗掩兽令的 反抗军当前的目标 是击败幕府军 推翻掩兽令 也是我们星海老婆组织的 山虎宫大人临行前 留下过嘱托 让我们一切照常即可 这里玩男主 就特别有代入感了 天天找老婆 一天一个还不带重复的 我们去到哪 危险就到哪 这次 我不会再放你们离开 这不直接爆发团战 上 久等了 我的扶冰 星海 正式良心 夜天帝 还有北凳全都来 最后 九条被投落荒而逃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是这些版 主要还是剧情的推进 和每周的一些 周长假日常 逐步进入了 长草循环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